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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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累了什么都不管 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 暂停忙碌的打转 想脱掉责任感 想脱掉白衬衫 做些事让心情释然 不为别人是自己喜欢 太多眼里的评判 想永远被存在是自找麻烦 不如自然 终于那自我的人最勇敢 面对最热爱的情绪 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 自由自在 那就更浪漫想 放假像阳光想 疯狂 找一片蔚蓝大海 痛快冲浪 找一个豪华邦想 听所有嗨歌唱 想 放假像街方向 分享 找一个开心电影 笑得很爽 找一群巨星朋友 从黄昏了到天回了 各位乡亲父老叔伯兄弟 快来看可兰跳啊 随便看看随便看跳 手蚊炸套在这里 一定有好东西介绍给大家的 来随便看随便看啊 大家猜一猜 我今天有什么好东西 要介绍给大家 什么 就是这瓶 法兰西香水 哇 法兰西香水 大家别小看这瓶香水啊 这瓶香水呢 是法国皇帝 林肯的老婆圣女贞德用过的 这么厉害 这是个皇帝 是啊 听名字就是个大人物啊 这几位美女就是行家了 林肯夫人就是林大嫂了 她就是用了这瓶香水啊 才会变成圣女的 而且啊 她还大有来头呢 快点说来 快说啊 快说啊 说起来了 有那么一段故事的啊 大家让一下 小子 我来纠正你一下 林肯 是美国的总统 他不是法国的皇帝 而圣女贞德 是法国的女英雄 不是林肯的老婆 知道吗 哈哈哈 你小子 上次卖给我那个金鸡哨子 说什么是养鬼子制造的 是 说那些鸡 用这个吹一吹 会生很多蛋 这是吗 废子 我拿回去 就这么随便吹一吹 鸡就全部都死了 你 没理由啊 那养鬼子货 没理由那么容易坏的 嘿嘿 茂伯 你一定是对着公鸡吹的吧 嘿嘿嘿 哨子是吧 是啊 我也有一个 就这个楼 嗯 不是吧 上次你跟我说 这个哨子 是武台山的高僧开过光的 还说驱妄俱才 还说 只有一千零一个 约他也有一个 哎呀 你把我当傻子啊 你骗人啊 大家不要信他啊 哎呀 大家别走啊 听我说啊 你跟我说了啊 快点收少东西回家 你再不走 我就抓你去巡捕房 嗯 没味道 你鼻子塞住闻不到而已 你这样态度跟你爹说话啊 明知道人家是来拆台的 难道还有好态度 跟人家说话吗 爹现在不是想拆你的台 爹现在是想帮你啊 爹明知道你卖不完这些货 就是想帮你卖 那你是不是要给个好点的理由 给爹呢 那我出去跟人家说 这些是臭水 用来通水沟的 看能不能畅销点啊 你在外头搞了这么久 我都已经没有叫你回来帮忙了 你搞出些什么名堂 你说呀 爸 是你教我做人不要那么自满 要谦虚一点的 那我就报喜不报忧了 到头来还不是让你误会我 说这些货是假的 你命好的话都已经做别人爹了 你别这么吊耳郎了 好吗 哦 那我明天回来的时候告诉你 我做了别人爹了 那您老会不会安慰一点呢 哼 你也知道的 我对你书舍那些活呢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逼我也没用的 那你说 那你还要搞到何时 要你认同我 觉得我是个做生意的材料为止咯 那爹现在就认同你 哦 那你认同我 是啊 那你支持我啊 当然啦 多谢老爸 那我就先回去了 老板 这里穷乡僻壤 要不我们再找另一个地方做生意吧 穷乡僻壤不代表没钱 只代表这里的人哪 不会用钱 我永远只相信一点 在稻草下面 可能藏着很多人藏起来的珍珠 所以在真相未明之前 就永远当这人床底下 有好多好多的钱 知道吗 哎 哎 我已经找到目标了 哎 老板 那个人看起来生意失败的样子 对我们没用啊 错 人嘛 在倒霉的时候才会去算命 既然他找人算命的话 就证明他还想翻身 这种既倒霉又不认命的人哪 最容易控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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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先生 先生 你老是告诉我啊 我是不是长得很难看啊 我额头上面 是不是写着永远难发财啊 你告诉我啊 哎 哎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随口问问而已 嗯 这个镇的人真直接 真热情 嗯 好啊 哎 听你口音好像是从外地来的 我祖籍广东三水啊 哦 那也算犯个老乡咯 我嘛 最喜欢天南地北到处旅游 啊 这里潺潺流水 意境优雅 本来 可以陶冶情操的 原和你 哇哇大叫的吵啊吵 鬼好什么呀 你要是我啊 也需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的 不然很容易憋出几个大毒窗 长在脸上的 我说年轻人有火器是好事啊 那你这话说的好啊 年轻人谁不想搞点东西有作为啊 难道像死记一样好吗 嗯 没事做的时候呢 就说你胸无大志 等你有了大志呢 又说你不切实际 心肠坏的呢 还要咒你啊 这辈子永远不发财啊 哼 谁不晓得读书好啊 嗯 你以为个个都能读得了书啊 我书读不成 不代表我做不成生意的吗 我样子长得年轻 不代表我心智不成熟吗 我没有经验 不代表我没办法做成生意啊 你还是不明白 年轻人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算命的怎么说过我的吗 怎么说 他说我 头肩额窄 周身间隔 浑身肥肉 任人鱼肉 那些算命的嘴最臭了 哎 你看看我 过得不好吗 这还不好啊 你看你这身衣服 我爸就算有啊 也舍不得穿的 还有这个表啊 哇 这个是博来货啊 如果没那么点身份地位呢 哪也买不到啊 是法国国王御用的表 现在我呢 住在上海 法租界 法国领事 大使馆 旁边 我跟他们经常有联系的 那你还不去拆那个算命的招牌 哎 我是想去 可我去的时候呢 那个算命的欠人钱 悄悄地流掉了 哎 他活该啊 都自身难保了 还却被人算命 所以呢 别人怎么看你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 在这世上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都是无知的 他们跟红顶白 见风使舵 欺软派 只要你有本事 你 就是剩下的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士 什么人士 成功人士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就可以成功 到时候 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看不起你的人 回过头 就当你神一样的败 哇 这是发人深省啊 小弟姓文叫展浩 没请教 小弟姓肖 明权 这张是我的名片 华人商务联谊会总经理兼终生名誉会长 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交换一下名片 哦 我们这很小的 不需要名片的 哦 我们博学书社呢 在三元这很出名的 我就是博学书社的二公子了 哎呀 怪不得那么有书卷气啊 真是 原来是博学渊源哪 我才刚被我爸给训完 说我读书不行 其实呢 这个读书 其实是一种气质而已 不要死读书嘛 先生你真会说话啊 对了 你这华商联谊会 是搞什么的 这华商联谊会呢 是我们中华的商人组织的 这商人呢 也不是随便参加的 要有业绩功德 才有资格参加啊 哎 萧先生 那你做哪行呢 谢谢 买走啊 哎呦 这位先生 你找谁啊 我找萧全萧先生 哦 找我们老板是吗 这边请 老板有人找啊 哎呀 萧全萧先生 你好 我就说我没看错人 你真的来找我 我刚好经过这里 来看看嘛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两个是我助手 这个叫Polo 这个呢 是博学书社的二公子 文长浩先生 哦 文公子 救养大名 不用这么客气 文公子 请上座 好啊 你请 你请 文公子 你喜欢喝茶 还是咖啡呢 啊 随便就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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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老板 想不到你交友也挺广泛的啊 做生意要成功呢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但是人和最重要 你知不知道机会是怎么来的 嗯 怎么来的 机会是靠自己找的 是是是是 你知不知道 美国国会哪笔开支 最大呀 嗯 不知道啊 就是交际费 所以 人气 你说多重要 是是是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 哦 我闻到了 我刚进门的时候 就已经闻到了 我猜呢 应该是谭香的味道是不是 所以说你聪明就是聪明啊 就是谭香 这些谭香 你闻一闻 它值多少钱 哦 其实呢 我对谭香也没什么研究 所以值多少钱 我还真的不知道 你说它值多少钱 就值多少钱 用看了 不会刚开的 哎呦 会长你真是的 来了亲货也不通知一下 我等着卖的嘛 我要三百合货 三百合 我给了你 对其他会员不公平的嘛 哎 你算了吧 这批货你别指望了 我等这批货已经等了三个月了 排队也轮不到你吧 不是吧 酸苦啊 哇 这谭香有这么抢手啊 当然了 要认到它是宝的 那些西洋科学家呢 已经做过试验 说谭香可以舒缓人的压力 刺激人的大脑神经 还可以延延益寿 对了 如果要投资你们这门谭香生意呢 要怎么入门呢 我们是会员制 就只卖给会员 那会员费呢 要多少入会费啊 我们又不是图别人的钱 不收入会费 这么划算 是啊 只要你用钱呢 来买货 就可以入会了 转一转手 转几倍啊 那我今天一点点货也可以的吧 大有大玩 小有小玩嘛 那最小又是多少啊 一百个大洋 一百个大洋那么贵 一百个大洋 花出去当然贵了 但是一百个大洋 但用来投资嘛 是你的资本 是你的种子 记住 要成功 就要播种 我也想播种 但白花花一百个大洋啊 我上哪去找啊 哎呀 勉强 是没有幸福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三十岁之前就可以退休的 不一定有名投资 公宗要做 一百个大洋这么贵啊 一百个大洋 花出去当然贵了 但是一百个大洋 是拿来投资的哦 就好像一颗种子那样 它会借出很多很多钱来的 种树啊种子 不是连妈你都不相信我 能做出一点成绩来吧 你也不相信我 爸也不相信我 你们个个都不相信我 哎呀 儿子啊 你们四个都是妈生的 个个都是聪明人 这不就行喽 我现在就差一个机会嘛 而且机会已经摆在我面前了 一百个大洋而已嘛妈 不是妈不想给你钱 唉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拿钱给你做生意的事 和你爸吵过好多次嫁了 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还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的 那我不知道 你就说到我知道 说到我明白为止喽 你爸说 如果我再偷偷地给你钱 他就休了我 啊 不过不行 做母亲的不支持儿子 枉为人母 好 我偷给你 你不怕爸生你气啊 都做了二十几年夫妻了 他不忍我不义 我不相信他真的会那么对我的 休就休了 不要不要不要嘛 一夜夫妻百人嘛 要不然这样吧 我出去找朋友们接接看喽 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呢 我再来找你喽 你真的不用我帮你啊 不用了 其实我在外面的朋友呢也挺多的 问他们每人借十个大羊 应该也很快就能借到了 你不用担心呢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时候 再来跟我说啊 哦 好 展智 是妈 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展智啊 你算得真准 她真的非常相信哦 医疗中的事啦 那也是妈的戏演得好 如果不是 她怎么能被我吓回头呢 嗯 嗯 不过说归说 我心里也有些不安啊 她也是求救无门才会找我的 那内疚的话给她钱咯 我已经给她很多次了 次次都是会发财 次次都是没有下文哪 你爸爸就聪明了 次次都是摆明立场直接拒绝 但家里啊 始终有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的妈 如果不是 全家人都摆明不支持她的话 她就觉得没有家庭温暖咯 不过你这招左右逢圆 真的是挺绝的啊 表面上是支持她 但实际上又不用拿出钱来 如果不是这样 一次两次三次 卡多少油才够啊 啊 卡油啊 哈哈 妈说笑的啊 没没没没 妈没有卡油啊 嗯好好好 你你看书吧 看书吧啊 为何老觉得缺了点东西呢 缺了点什么 缺了点什么老太爷 酱油还是腐乳啊 哎呀 不关舌头的事 呃 是 是我的眼睛忽然间觉得 缺了点什么似的 哎 爷爷 你之前不是说 你的眼前有什么东西 飞来飞去的 现在没了不就好了吗 是啊 有可能的 啊 是的是的 不管那些事 忽然我又觉得耳朵 切了点什么似的 爹 你那个耳鸣 不是已经好了吗 好了好久了 那还有事 也是啊 哎 赏了展号啊 哎呀 忘了叫他吃饭了 哦 他平时吃饭第一个报到的 今天怎么会这样 他看着跟扫把 嗯 不知道有没有大点的扫把 给我个真理 儿子 快把扫把放了 过来吃饭啊 我不吃了 我在没学到真理之前 是不会吃饭的 嗯 你是想学防守人哪 没错 爸你以前常教的 我们说读书好 我越想越对 但以前那些人 读书是为了考状元 就像爷爷这样吗 可现在读书 连状元都没得考了 我怎么光宗耀族啊 啊好 爸叫我们读书 不是为了出风头的 爸我知道 但要么不干 要干就要干得最好 我读书的目标 就是为了做圣人 名流后世 让每个人都知道 我是文博仁的儿子 你好 你这个拍马屁功夫 真是好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儿子呢 儿子 你真想学防守人 看着一根竹子 学真理啊 没错 他看竹子也要吃饭了 来乖吃饭了啊 来 我不吃了 就是因为他吃饭 所以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我不可以像他那么笨的 人生苦短了嘛 啊好 人家是天才 我们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嘛 就因为我们是普通人 所以就更加需要加倍努力 一天当做两天用 将擒捕捉 这样才行嘛爷爷 既然你这么有毅力 我们大家一定支持你 大家不要打扰他了 我们继续吃饭 这怎么行啊 行的夫人 你不是想让儿子 说我不支持他吧 吃饭吧 爹 吃这个 这个 来来来来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 现在儿子对着扫把痴痴呆呆的 你还有心情雅直写字 哎呀夫人你放心吧 我们的孩儿你又不是不清楚 他做什么都是只有虎头没有蛇尾的 他很快就会放掉那把扫把的 我没见过他那么认真 我不知道有多担心 哎 你快点帮忙来看一下啊 本草纲目也好 皇帝内经也好 喜愿录也好 看一下有没有治他的方法 别浪费时间了 现在儿子不是你的了啊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根本就没这些书 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这本不就是喜愿录吗 这本是教人验尸的 拜无尽弃 拜无尽弃 你先冷静一下呀夫人 我们的儿子那么古灵精怪 他做什么都算过凉过 怎么会虐待自己呢 他很快就会去吃饭 你放一万个心吧 我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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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打你 你就不会告诉我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了 哎呀儿子你干嘛啊 你打你 儿子 为什么 为什么我对着他这么久 你这把扫把都不理我呢 我只想知道人生的真理是什么而已嘛 天理何在啊 大侯啊 你不要这样啊 爷爷可吓不得呀 是啊 扫把也会说话才没天理呢 你是老爸 你先帮 你想到 你先说吧 有些更好的办法的 五本三国演义莲欢话 想要的话找我吧 哈哈哈哈 我要做圣人 这是我老爸的希望 我不可以辜负我老爸的 这是老爸的心愿 我不可以辜负他 你没听到吗 你快点过来看一下他 好好看看看看 你要真理呢 也是要睡觉的 可能那把扫把也因为困了才不理你的 但是你要记住 作为一个圣人 也是要睡觉的 喂 哎呀 媳妇啊 她悟着悟着 悟到累了就不悟了 是啊 妈 或许我们真的吵到她悟道里了呢 让她自己悟 或者也会悟到东西出来的 嗯 我给你五本连环画 要珍藏版三国水浒 还有西游记的连环图册哦 好 我答应你 我都已经活出去了 又不喝又不吃 连面子也不要了 还要让人笑我 是我装可怜 我只不过想让爸爸知道 我不是读书的材料吗 还要给你本金做生意吗 没错 所以我已经孤注一掷了 不过 这次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呢 就是啊 那你快点告诉我 还有什么办法 你现在已经骑虎难下 唯有釜底抽薪咯 那是怎么样啊 就是 致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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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致之死地而后生是吧 吃饭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夫人你放心吧 他挺不了多久的 留晚饭给他 妈 你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哥 他怎么样了 我经过他的房间 看见他的吃主啊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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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对吧 我刚说他就要吃东西了 我都说了 他挺不了多久的嘛 你以为他傻瓜呀 来来来来 坐下来 是你最了解儿子 吃饭了吃饭了啊 致死莫入腹啊 他肯吃粥那就是没事了 你们还是去看看他吧 好好好好 看看他有什么辩驳 走走走 来 赵浩 儿子 你干嘛啊 你在吃什么呀 吃这些竹子 赵浩 儿子 原来对着这竹子 是误不到真理的 看来我要把它吃下肚子 才能误出个把真理出来 这些不能吃的 会噎死你他 我 咋我不能知道你是不是疯了 你吃他有什么用啊 三高五长 七星八皇 竹子空空 肚里无壤 这竹子 跟我肚子一样 都是空空的 我要跟他合而为一啊 不要让他 不要让他 干什么你 放开啊 你 老公 你快点看一下他 什么疯了 你再管他 你赔个儿子给我 好了好了够了 我说你这场戏 到底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啊 你不用在这儿装模作样了 陈财你没事吧 我没事吗 本来我在想 你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 打算给你些本钱做生意 多谢老爸 先不要谢我 我还没有说完呢 你为了想让我给你些本钱做生意 就弄了这么些东西来逼我就范 如果我答应你 我还是你爹嘛 妈 妈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我等了这么多天 在等什么 你等什么我是不知道 我就在等你给我钱做生意了 我在等你回头是岸呢 我以为你吃了一番苦 就会学的乖一点 然后就坐下来慢慢的跟爹说 你到底想怎样 谁知道你越来越过分 竟然还会装疯卖傻 那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会不会给我钱呢 不会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做错了 爸 你不需要再辩驳了 马上给我去大厅 跪在那里 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快去 我不过想做生意而已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 儿子啊 你别乱说话 气死你老爸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这些是愚中愚相 我是不会做的 你打死我了 你老是说你做生意 你自己说 你做出了什么成绩 是啊 我是就只会说 还老是买些次品给人家 但是你以为我想这样的 我没有本钱而已吗 贵买贵卖 平买平卖 坑坑骗骗找人便宜 这叫做生意啊 我积累经验 练口才 这跟读书一样的嘛 哪有可能一步登天哪 斩号说的头头是道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哦 我这不是辩驳 我说的是事实 是道理 难道有理想有报复 有什么不对吗 大胆尝试屡战屡败 不屈不挠 难道这有错吗 你根本没有脚踏实地 你叫我怎么支持你 我有啊可你不相信啊 我有头脑 你就说我走捷径 我肯平肯做 你又说我急功近利 总之一说到做生意啊 爸你一定会反对我 不支持我 想我死心的 连让我出去积累经验 为将来做好准备都不肯 为人父母支持子女 用得着说那么多计较那么多吗 我想做生意啊 又不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 为什么要打压我 为什么连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 如果有你和家里人的支持 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做下去的 作为文家的后代 我也想光宗耀祖啊 说完了吧 你这么会辩解 我不跟你辩 你自己想想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都没试过跟老爸吵架吵得这么爽 那接下来呢 我应该怎么做啊 老爸听了你说完这番话以后呢 态度应该会软化 只不过有碍于面子 应该没这么容易就给你钱的 那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问爸要钱啊 当然不行了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中间人呢 妈 对啊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妈了 妈说一句好过你说一百句 这也对啊 老爸现在已经心软了对吧 如果还有妈这条楼梯 可以让她下台阶的话呢 那我不就能拿到钱了 妈 这里 你看我啊 一早就来帮你占位子了 不然这么好的位子肯定被人抢了 坐 那个位置啊 她一直帮她妈看着呢 哎呀 样子做得足一点 那她妈不就做得舒服一点 有面子一点咯 也是啊 门面功夫做得足一点 那她妈心里就甜一些 凤姐麻烦你 来了 怎么样啊 帮我泡一壶香片 要最好的那种啊 好 开水泡 我妈不喜欢喝温茶的 再来她最喜欢的大包一笼 要新鲜出炉的哦 再加两件点心吧 谢谢啊 好好好 没问题 行不行妈 如果你天天都那么孝顺 当然可以啦 今天好端端 无事献殷勤 又想怎么样啊 没想怎么样啊 孝顺妈是天经地义的吗 茶水点心到 慢用啊 喝茶嘛 小心烫啊 难道生而不治而心肝吗 那 没有重要的事情 不讲就不讲了 那我说了我说了啊 妈 你最聪明最了解我了 那你想怎么样呢 你也知道我的啊 我是很想去做生意的 就差那么一点点资金 你跟爸支持我 让我去做生意吧 还是做生意 有没有别的啊 我这个人做是一条心的嘛 没有其他想法了 但你老爸这口气还没消嘛 那 要不这样啊 你答应我的话呢 我就答应你啊 我亲自去跟我老爸道歉 跟他和解 那 那可是你说的啊 对 当然了 那 为了你们父子俩和好 试下了 谢谢妈 吃东西啊 这包子不是点给我的吗 老公啊 去汤圆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又来七个汤圆 代表我们一家七口嘛 代表我们一家七口 团团结结 就像汤圆那样粘在一起 这次又有什么要求啊 别把我说得那么有心机嘛 没没没 我多心而已啊 那就是喽 夫人 你好像有些心事 要不说出来我和你分担一下 你真细心 什么都骗不了你 其实这 这次呢 是关于展智的 展智他有什么事啊 展智呢 是因为展才不开心 所以他就不开心了 展才又为什么不开心呢 展才是因为展博写信告诉他 他连读书的心情都没了 所以展才就不开心了 那展博 又为什么事情不开心呢 展博是因为 展博是因为 展号呢 展号是因为做生意的事不开心 所以呢 就写信给展博 你知道的 他们兄弟几个感情非常好的嘛 一个不开心就个个不开心了 你不觉得我们家最近 一片绸云惨雾吗 是吗 嗯 那展号又想怎么样了 他不就是因为做生意 没钱不开心了 你也想一家和睦的 帮他一下啦 好啊 这么爽快啊 我就知道你疼儿子的 夫人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你拿七个汤圆进来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会答应你 是因为你觉得浅世身外之物 一家团圆才是最要紧的 这个当然是啦 但是这个理由 还不足以让我任何事情都答应你 那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每一次我吃汤圆的时候 每当我想起每一个汤圆 都是你这双鲜鲜的玉手 很用感情的去做 你是为了这个家去做 你一点私心都没有 你错 我有私心 你有私心 我的私心 就是不想家里任何一个不开心 因为他们不开心我就会不开心 我不想 你放心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 我绝对不会让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不开心 包括展号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钱财只不过是身外之物 之前我跟展号中崩卖傻 逗来逗去 其实我只是想给他点挫折 希望他能够知难而退 哎呀 只不过这个孩儿太有毅力了 我投降了 既然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 那就由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证实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适合做生意 你真是一个好爸爸 为了儿女 明知道这些钱会掉进茅坑 也无怨 所谓一生儿女债 希望这回这些钱 能够让他真正看清自己的人生路吧 萧先生 钱 怎么样 够不够 如果你没诚意呢 麻烦你 别浪费我时间 不是啊 我很有诚意发展我自己的事业的 但是 诚意 不是用嘴巴说说而已 你最美那点钱 连买文香都不够 我也知道 但我已经用尽了所有办法了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一定会再想办法的 你证明给我看 可以 但是 我怕会不会太迟了 好人均不连你 你会说阳文的 好厉害啊 我的生意遍布全球的嘛 懂阳文有什么打进小户 你想不想学 想学 你想学 就多叫点人入会 好 我一定不会让你再次さえ 是真的吗 嗯 凤姐 你在就好了 长浩少爷 那么晚了 吃点什么呀 不是 我想问问你 明天有没有空啊 我每天都很忙的 我想带你发财啊 我这个人又不会赌钱 发什么财啊 不是赌博那种 是好东西 铁银你了 你也看到了 我每天都忙到手忙脚乱 累得要死啊 有空的能睡睡觉 就当是发财了 凤姐 对了 你平时做梦 会不会梦到你爱狼啊 这个嘛 偶尔会吧 但是呢 我明天带你去的那个地方 有可能会见到他的 是不是真的呀 真的 珍珠都没那么珍 所以我才过来叫你的妈 真的呀 那我们现在就去啊 现在啊 不行啊 行行行 现在就去啊 对啊 我这个样子 怎么能去见他呢 要漂亮一点嘛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传 好 等我啊 马上就来 包伯 镇长 这么巧啊 对了 你们一会儿有没有空啊 来来来 到了 请请请 好好 镇长 哎呀 环境不错 我告诉你啊 那么多人 娱长 来 请夫姐 挺好啊 哎呀 风黄啊 你今天好漂亮啊 真是盲宫 也可以开宴啊 盲宫臣 你别说笑了 赵胡少爷 你说他在这里的 那人呢 哦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啊 不会吧 你那么年轻 眼睛应该很好使的 不是啊 我之前也没有见过他 不过是听你说过而已嘛 所以呢 我就想带你看看 是不是他咯 那你快点带我去看看那个人呢 好好好 张浩啊 你说的那个财神呢 在哪里啊 哎 说草草草草草草了 这位是 这位是名阳神港澳 足迹踏遍半个地球 知名的大商家 萧绝学长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我听文少爷说过你的风光石啊 他说你有辆瀑瀑车 哎呀 我们整个广东也只有几百辆而已啊 很羡慕吗 那当然啦 你也可以啊 啊 我 我怎么行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行的事 只有不去解决的事 我不同意啊 难道死人可以复活啊 就是啊 行 耶稣行 哎呀 土地公我们知道有 那耶稣谁知道有没有啊 就算是有这样一个人啊 那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个人复活了吗 没错 就他一个行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行呢 为什么呀 因为耶稣在想 人死了 可不可以复活呢 他不停地想啊 不停地想 后来他想到办法了 所以呢 他死了以后就可以复活了 而其他人呢 也在想 人死了以后该怎么办呢 个个都说 不行啊 我不能复活的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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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啊 所以全都不行 哦 这也对啊 这也对啊 你可不可以像我刚才那样 说几句不行出来呢 呃 我啊 对啊 不行 那人最失败 就是说不行 不可以 没可能 当然了 说着容易是不是 做起来就难了 既然不行了 那就不用做了 是不是你说 那当然不行了 对 对 在场的各位 我之所以有今天 因为我相信我是行的 还有我相信 我手上的檀香 百分之百 是世界上最好的梦 最香的梦 最贵的梦 大家闻一闻 闻一闻 有病治病 没病的 成先见底 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 是因为我有信念 大家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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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了 我先出去一下 你去哪里啊 我去解手啊 那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谢谢你啊 我还是陪你一起去吧 真的不用啊 这檀香啊 可是好东西啊 曾有个洋人闻过之后啊 起死回生啊 那么厉害啊 你试试啊 我告诉你啊 耶稣当年就是闻他复活的 真的啊 哎呀这些檀香是好东西啊 买一点吧 这个我想先跟朋友商量一下 镇长 我见你德高望重才跟你说的啊 这么小的事还要问朋友 哎呀 失威了 对呀 买吧 哇 哎呀 我可是做算命这行的吧 我去卖这个檀香呢 好像有点怪怪的吧 怎么会呢 谁说不是啊 你不卖可以找人卖的吗 像我这样 我也不用亲自去卖吗 但我赚的钱 比我亲自去卖多得多 哎呀 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明白 干得好 好成绩啊 嗯 那也多谢萧老板你提携啊 今天为什么来了那么多人啊 还有那个凤姐 他不是说没香区吗 那他又来 其他人呢很简单的 只要告诉他们有钱赚就行了 凤姐嘛 就要告诉他 他爱郎有机会在这里出现 他不就来了哦 不过这样看来 我好像把他给骗了哦 你确实在骗他呀 啊 你骗他发财了 你说他恨不恨你啊 嗯 这也是啊 对了 凤姐和他爱郎之间 有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喂 说来听听啊 其实呢 他们是由一碟葱爆牛肉开始的 我自己的生意啊 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真的没空做其他的事情了 哈哈哈哈 可以发财的呀 这你也不做 先生啊 俗话说吃多少穿多少注定的嘛 啊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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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社会不同了 亲生儿不如进身钱 你说是不是 这倒也是 刚才你说你很忙干不了是吗 是啊 有一个制度很适合你的 你想想 你只要拿出一点点钱买货入汇 这些钱换成货还是你的 接着你介绍你的朋友买货入汇 你的朋友就是你的下线了 而你的下线 就会有一部分买货入汇的钱 和卖货的钱分给你 而他又会找很多很多的人买货入汇 这些人又成了他的手下 但他的手下也会将买货入汇的费用 跟卖货的钱分一部分给你 你看看 如此累推 你介绍别人买货入汇 比你自己买货好 这样吗 先生 我还是不明白 如果就像你说的 每个人入汇都是为了他其他人入汇 那谁去卖货呢 还有啊 这个檀香跟蚊香有什么区别呀 每个人都不想去卖货对吧 其实这个货是一定要去卖的 但其实这个是很深奥的商劣问题 这个也是个数学问题 现在我们先不要说几个 那我要入会要买多少货 是这样的 我们有五个等级 第一个是平民 第二个是县官 第三个是巡抚 第四个是宰相 第五个就厉害了 是皇帝 皇帝啊 是啊 不知道你想做哪个等级 谁不想做皇帝啊 有志气 有志气 经过不让须眉啊 有志气 只要你买满两百箱 那你就是皇帝了 我没那么多钱呢 你啊 有三元韭菜馆嘛 抵押掉不就行咯 不行啊 没有了那间韭菜馆 我跟弟弟吃什么呀 睡大街呀 又不行 真是的 那些洋鬼子 为什么欺负中国人呢 因为洋鬼子什么都说行 中国人呢 什么都说不行 但是要抵押韭菜馆 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 我要好好想想 这也对啊 这样 对你来说 抵押了馆子 那可是很大的事 要不这样 我有个朋友 我叫他把真实的故事 讲给你听 听完之后呢 就知道怎么做了 好不好 秀姑 嗨 这位是秀姑 这位是凤凰 将你真实的故事 讲给他听 好 凤姐坐 来 走了 女人聊天你听什么呀 真八卦 走了 听说 你是三元韭菜馆的老板娘啊 你真是很有本事啊 哪里哪里啊 听说你还在等你的爱人回来吗 其实我曾经也是为了等我的爱人朝思暮想 你也在等着你的爱人回来吗 是啊 不过呢 我就等到了 希望你也快点等到你的幸福了 我 我不知道啊 相信我吧 一定行的 像我吧 做谈香生意 刚开始我也没什么把握 可是啊 我用等爱人的那份心意去做就行了 等爱人的那份心 那是当然了 精神所至 今时为开嘛 没想到 我就这样成功了 再说呢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生意 认识那么多人 我的爱人也没那么快回到身边呢 真的 真的 我们的这个生意很容易做的 不用开门面 利润又多 再加上些手下帮自己 正所谓啊 一传十 十传百 没多久就认识很多人了 有那么多的手下 就等着分钱都不用干了 就是嘛 让那些手下自己干 这样 你自己就可以和爱人 甜甜蜜蜜 游山玩水 做一对献杀旁人的神仙眷侣 你说 这样多惬意呀 我和我的龙哥 可以做神仙眷侣 好 我做 我要做皇帝 要不 让我跟弟弟再商量一下好吗 俗话说 门缝里看大街 眼光太窄了 我想着你那么有诚意 而且又是展号介绍的 所以我想着 多给你些手下多赚点钱 但现在你这样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 我还是 还有一点要提醒你啊 等你挖到了第一桶金之后 你再告诉你弟弟 让他开心一下吗 我嘛 也很想你早一点找到自己的爱郎 然后呢 有情人终成眷属 都好啊 你说 是啊 是啊 萧先生啊 你这是好人哪 什么都不要紧 最要紧的就是可以早一点见到龙哥 是啊是啊 快去 快去 去 凤姐 你真的想清楚了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人多好办事嘛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是啊 赵浩 做生意 千万要有胆识 没有胆识的话 地上有金子都捡不到 不像凤姐 凤姐也是做官大生意的人 看到机会就抓住她 是不是 做大事 畏首畏尾的 又怎么能行呢 是啊 好好好 快去啊 快去拿房间 我等你啊 快快 张浩 做大事 一定要有付出 付出越大 收获才越大嘛 钱财才会源源来嘛 照现在看 凤姐比你好 她比你有前途 因为她有信心 有信心才会赢嘛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地儿 人生 有多少发财的机会 你要把握住她 明不明白 我明白 明白 把握住她吗 是 把握住她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